第二节2月15号 我们先讲了林郑的250亿防疫基金 这个基金还要 250亿这个方案是要过立法会的 我相信 要有大幅修改的可能性是很高 还有我们接着就会说港澳办就换了税 夏宝龙 湖北武汉都换的 我相信我们之前说的 很多KOL已经说了 林郑可能疫情之后都差不多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很高的 湖北确诊的人数单日急增1.5万宗 都是与湖北和武汉齐齐换省总书记是有关系的 没有什么KOL讲关于这个星火同盟被控闯毒这件事的 那我就有记住了 所以我今天在最尾那节都要跟大家讲完 其他的那些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因为看了第一节 大家看回应该幕就OK了 我们就立刻进去 林郑这个250亿防疫基金 坦白说一句 我就没有听过任何一个其他KOL的评论 因为这两天我也很多事情做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看完出来的评论 有四个point我觉得是 就是我个人觉得 是莫名其妙的 第一样东西就是 受打击的行业就发放8万元 有牌小贩就发放5千元 好了第一样东西 你发放的基准是什么呢 你知道政府的基准就连底裤都要脱了 这是第一样东西 好了第二样东西 我们第一节讲那些员工 要放无身价 减薪 甚至可能被人炒鱿鱼裁员 那那些员工又怎样呢 你给了8万元那个店铺 分分钟他都捱不了半个月而已 是不是 如果不是你特区政府不封关 或者无所作为的话 香港需要什么搞成这样 起码都有内部消费 你看现在最简单的 你看最近的澳门 一何之隔 人家下个礼拜可以复工了 你特区政府有没有做不做到这件事 不行 你还说疫情严重一些 案例一直增加 不能复工 好了 那现在被人炒了那些 或者要放无身价那些 那些员工又怎样呢 那些不是人吗 那里有很多人的 大佬 很多人做零售的 很多人做饮食的 很多人做贸易的 很多人做物流的 那些又怎样呢 第一样东西 第一样我已经不服了 第二样东西 学生本来已经有2,500元津贴的 每一个津贴再加1,000至3,500元 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那些学生他在家里学习 为什么要多了钱呢 那你说如果他们要给钱买口罩啊 或者酒精磋 那你应该给他家里啊 是都给他父母 不是给他哦 还有一样东西 是因为你特区政府不封关 所以全 又没有搞口罩 所以全民都给贵了 那为什么不是给全民 是只是给学生呢 这个我真的好奇怪哦 还有一样东西 低收入家庭 每户5000元 那么那些中等收入的家庭 他不用抗疫吗 喂 他都要买 买几百元一盒口罩啊 是不是 喂 他家里的丈夫都可能 做零食物被人炒了啊 那为什么是低收入才有 低收入就要抗疫 中产就不用抗疫的 李嘉诚就不用抗疫 是不是 这个已经很大问题 还有 物馆公司的清洁员工及保安 每月1000元 只適用于政府合约的服务清洁工和保安 那私人那些呢 喂 私人那些就不用加班的 就是益利政府 那你想一下 如果那些拿纵援的那些大陆人 有两个子女的 哇 他已经拿了一万元了 但是很多中产 而被人刚刚炒了鱿鱼 或者通知放紧没有新鲜的那些 一毫子都没有 这个是最离谱的 进阳院 每户派6000元 有什么关系呢 我真的不明白 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就蒸饺用了你的屋苑 用来做隔离中心 所以我给你6000元 根本都不对提 牛头就不搭马嘴 坦白说一句 如果他本来上到楼 他上不了楼的话 他每一个月的租金都不止6000元 阿姐 对不对 都不知道你干什么 喂 这一个这样的250亿防疫基金 我是第一个举手反对 如果他不改到面目全非 就一定过不了的 我告诉你 还有一件事 他所说的那些 低收入家庭 受行业打击 发放8万元那些 坦白说一句 那个标准 难道你连底裤都脱了 都没拿到 喂 现在疫情 是全香港市民都受影响 跟反修例不同的 是应该无差别地派发给每一个市民 就不应该是用这个方法去分的 其实是 那些学生为什么要有1000至3500元呢 他都不用上学 他在家里学习 是你讲的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会多了钱呢 就是低收入那些呢 就要抗疫的 中产就不用抗疫 李嘉诚就不用抗疫的 李嘉诚不怕肺炎的 他有钱 是不是 这些不通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垃圾 我没看过任何评论的 我自己看的 希望大家一定要反对这个 一定要全民派钱 我宁愿你好像澳门那样 全民派3000元电讯消费券 免水免电 大家搞定 不要烦 口罩补贴 不要再搞了 不要再烦 港澳办换税 换走张晓明呢 坦白说一句 这个基本上就没有原谅的 夏宝龙是一个什么人呢 夏宝龙其实在浙江 他根本和习近平是旧同事 就是习近平的人 简单说句就换了自己的人 但是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张晓明就不是抗疫了 他就会变成由港澳办的主任 他就变成副主任 这个就是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你没有能力去做主任 那妈你有能力去做副主任 哈哈哈哈 出不出奇 是不是很神怪 就是说林郑我替你东姑 你就做不到行政长官 不过一件事 你可以做回政务司 这样啊 很明显 就是两派势力妥协出来的 因为如果 没有了张晓明的话 那就是说 港澳办最大的那些人 都是习近平的人 那原先那一派又怎么会肯呢 是不是 大家看看这个 是吧 鲁惠宁 又是习近平的人 傅智英 又是习近平的人 就是说 整个港澳办 包括中联办 如果头那四个最高权力的人 都是习近平的人的话 那我告诉你 江派又怎样肯过理呢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不是妥协出来的结果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一样东西 也都可以证明 习近平这个是正一子 因为为什么呢 他在这些时候 他都不忘排除 而插回自己的人进去 他是借这个疫情 然后掠下某些人的 我读一读给大家知道 上海市市长 就由蒋超良换作 湖北省委书记 就由蒋超良换了去应勇 应勇是上海市长 62岁 武汉市委书记 就由马国强 免职换了黄中林 57岁 黄中林是现役的 濟南市委书记 这些人全部都是当时 浙江和习近平是同事 即是说 习近平现在换了自己的人上去 我不相信这些人 基本上 你换了这些人上去 没有好转一样的 共产党没有好人的 我告诉你 最大的问题只不过一件事 习近平是借这个机会 排除耳机 因为所有这些人 任何疫情的事情 都是要在两小时上报 中纪委或者政协委 他是一定要报上去的 所以我不相信这些人是留报 只不过一件事 找你来开刀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 居然还留张晓明在那里做个副主任 那就是说 两派势力妥协出来的 很简单的 很清楚的 已经没有了王志民 哇 没有了 大哥 连张晓明都没有了 那你习近平就拿了 是吧 但是问题是 你看到一件事 居然习近平肯 居然习近平肯 那就是说 现在党里面 对于习近平的声音是很大的 习近平是非常之有问题的 这个就是蒋超良 大家未必知道 蒋超良 十几年前 是交通银行的行长 你看看他们 共产党里面 全部都是自己党的人做 做要职奖超良 会做银行吗 我都不知道他会做银行 他做银行也可以 做省委书记也可以 做市委书记也可以 根本自己人做就行了 没有一个是为人民着想的 个个都是为了党谋福利 就是这么简单 为了撇清之前的案例 就在一日之内 一换人 就确诊多1.5万宗的案例 很明显 将那些已经失败了那些 扔掉了 救人 不关我事 我们当时都曾经说过 这个所谓核酸的测试是不准的 现在发现 其实准确率 是只有两成多三成的 他现在用一个方法 要么就是看你的病征 要么就是CT照肺 大量的人 肺已经花了 肯定是肺炎 所以问题就是 很多以往的疑似案例 甚至死了 其实基本上 他们根本就是武汉发炎 现在在美国 在美国 特朗普很不高兴 几件事特朗普不高兴 第一件事 他要追杀华为 所以蕭先生也说了 十六宗罪 一定要赶尽你华为 不让你再窃听美国的秘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就重要了 习近平是下令 特朗普是下令 要撤查武汉肺炎 这个病毒 有没有人工编辑过 习近平 在2月7日北京 是立刻当晚打给特朗普 叫他冷静的 为什么呢 因为问题就是 如果查出 是真的你中共搞出来的话 现在全世界是禁声化武器的 如果查出这个病毒 是真的有人工编辑过的话 全世界都会制裁你中国 或者不跟你中国做生意 所以习近平 2月7日 是立刻打给特朗普 叫他冷静 你不要乱来 第三 特朗普 立刻 2008至2019年 是捐了2.37亿美元 今年 咳嗽了你一半 等你谭德塞 你这个仆街 收了共产党钱 对不对 还在说他没事 还在说他可防可控 就搞乱到美国 是不是 三招齐法 就是要打倒你中国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 嗯 经过中美贸易战和香港的反修例 其实全世界都很恨中国 但是问题就是说 他仍然还有少少工业在 经过了今次隐瞒疫情 搞到全世界都很麻烦 全世界所有的人 如果在中国有制造业的话 他们都很害怕 很忧心 不止说短期会撤出 现在苹果 甚至 大家听萧生都有说 任何 供应商 country origin manufacturing base 麻烦你给两个 中国 不要只给一个中国 那就给什么呢 中国可能赖印度 中国赖孟加拉 中国赖缅甸 没有都开一个出来 对不对 所有赖这些地区都如何 都比中国便宜 我可以告诉你 经历过今次武汉肺炎之后 中国的製造业的收入 少中更少 本来已经少 少上就再加少 这件事对香港是好事 他只有更依赖香港 因为香港地方衰势 但唯一一个可以吸到美金进去 即是你有口氧气吸 都比没有 你自己吸不到氧气 是不是 他现在吸不到氧气 他经过香港地方衰势 都有口气吸进来 吊住命 是不是 好了 大家觉得 疫情稍微缓解了之后 你认为 香港的人 会不会又就放过林郑或者黑警 是不会的 但是其实这些问题是哪个造成的 就是你共产党造成 对不对 好了 在那个状况之下 他更加要立刻排除所有在全世界的负面因素 但是林郑这个政府还坐在台上 加上这帮黑警的话 就是一帮障碍 因为那些人还会出来搞 还会出来吵 是不是 还有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 9月再去选立法会 所以 其他KOL说 疫情稍缓 没得再划算 已经衰到贴地了 衰到没得再衰的话 换走了林郑 顺手换她的班子 我觉得这个是极有可能的 黑警就找一些人出来祭旗 这个是极有可能的 其实我之前都已经敢估 坦白说她好像当时文化大革命那样 为什么要邓小平上场 国家已经一窮二白了 为什么国家一窮二白 又是你共产党造成的 是不是 她就不会说是自己错的 把那些错都推下去 推到红卫兵那里 就清选红卫兵 同一个道理 是不是 所以我们相信一件事 林郑应该不玩得久 因为现在 大家看到鲁惠宁 在整个疫情里面 她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为什么呢 因为鲁惠宁不是来做这件事 她来到是要令香港迅速平定 去做金融中心 香港现在平定了没有 其实 某程度上 是平定了 某程度上 但当然 香港有少少停摆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这个都是林郑的问题 其中 一个最主要 鲁惠宁要来的任务 她已经做到了 是吧 令到香港 即时哭丹 已经做到了 第二个任务 平定香港的商界 和金融中心 我相信 这个她会做的 你看到鲁惠宁 她是比较沉稳的 我们做事 和王志民完全不同 她整个多月 你是 没有察觉到有中联办在 基本上 你是察觉不到有中联办在 当年王志民在 天天出来说话 张晓明天天出来说话 变成特首 你看看鲁惠宁 是完全没有说话的 她有做事 但是没有说话 第三样东西 鲁惠宁要做的 就是 搞定 下一任的特首 和班子 头的第一样东西 可以说行运医生 医病尾 去到尾 搞定了 跟着 就是搞定这个班子 她现在是评估 如果换了林郑 究竟对特区政府 对香港金融中心 对习近平有什么影响 我相信她是在做这件事 她是很低调 我们一早已经说了 她是很低调的 因为她是来做这些事 其他事 她不是她的范围 她做了几十年 共产党 她是不会理 不会出声的 不关她的事 她不是来做这些事 中联办 不是去做 不是去做防疫 不是去做抗疫 OK 我们说回 最后 我们说回这个 升火同盟 我看到没有什么KOL 说 那升火同盟 上个星期 就给警察 charge他们 多一项 藏毒的罪名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说 他们发现 有 几个人 他们入了 四万九千多元 进去升火同盟的户口 而这几个人 是牵涉到藏毒 就是藏一些K仔 那些 所以就说升火同盟是藏毒 最早期他就说升火同盟有洗黑钱的嫌疑 就是说 在账户里面有些钱 有一些钱 是流出去买基金 买的 这一样东西都没搞定 跟着现在呢 就说他洗黑钱 就说他藏毒 我告诉你 如果真的藏毒 就绝对不会 真的跟毒案有关的 是绝对不会用这些户口的 荒死全世界没有人知道吗 对不对 是不是 如果是跟毒品交易有关的 绝对不会用这些户口 第一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 那究竟他洗黑钱那里是怎样的呢 过几月了 这些呢 就跟骆惠宁有关了 骆到你尽 第一样东西 如果你跟藏毒有关 你那七千万一定冻过水 第一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 藏毒的罪名是很大的 可以罚款五百万和终身监禁 那当然他要提供证据 就是说 有一个人他跟毒品案有关 入钱给你 所以你跟毒品有关 我已经完全不相信警察的了 这些设两个车子 几克而已 有一个我看到是四点几克而已 这些我完全不相信警察的 你有证据你就来 是吧 他主要目的是一样东西 等你们不敢再帮市民 不敢再帮用武派而已 这些就是骆惠宁做的了 因为现在警队头是谁 骆惠宁 是吧 是吧 我很奇怪 我看到没什么KOL说这件事 我没什么看到KOL说这件事 大家一定要支持 我 没有太多的消息 但是一样东西就说 你有证据就拿出来 是吧 就是打压就一定了 这个是一定的 但是一样东西就说 你有证据就拿出来 是吧 你洗黑钱都没有证据就拿出来 是吧 又弄多一条藏毒 那你不如说有一个杀人犯 捐了钱给他们 那他们都跟小人有关 是不是 我 就是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那当然 就是我们现在 他说的消息很少 我都是在东 东网的资料里面看到的 那我们就看看会怎样 那这个就是世话会改口 是吧 武汉肺炎对全球构成高风险 所以大家看到 为什么特朗普这么生气 是吧 你谭德塞不是收了共产党钱 你当时根本就不会一路拖 拖了整两个几星期才说这句话出来 如果不是美国怎么会被这些人入境 欧洲怎么会被武汉那些人入境 是吧 你谭德塞不是收钱是什么 我告诉你 Cut go的钱就对了 我告诉你 Cut kill你世卫 等你还帮 大家知道 世贸他已经将 台湾和中国 已经剔出了 发展中国家的名单 因为你肯定不是发展中国家 最少一样东西 不只是钱给你 断你米路 现在你看特朗普就是断你米路 断你中国的钱 Cut all你钱的来源 你自己就会乱 这次这个就未必是关特朗普的事 很多人去流传 现在特朗普就是要撤查 究竟有没有经过人工编辑 所以习近平是很害怕的 因为如果 共产党是真的做这些所谓生化武器 而被人发现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全党仆街 现在习近平根本是不知道怎么做的 因为一样东西 如果你过了疫情之后 真是跟踪中美贸易协议 你开放中国所有的互联网和市场的话 你的党就是一定亡党的 老百姓知道真相 是一定亡党的 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你继续耍掉小动作 我又是限制这个 限制那样 表面上就说 台底做这个 美国又加你关税 你现在根本上就没有任何外国的信任 只有靠香港这一支这么幼的饮馆 伸出水面吸一口氧气进来 吊住你的命 中国现在又再次要靠香港了 走回去当时邓小平的年代 就是一样的 你现在看看 过了这次疫情之后 那些厂还走得快 你隐瞒疫情的 你不隐瞒疫情的话 坦白说 人家富士康需要什么停工 苹果需要什么停工 对不对 你不要忘记 人家现在开了印度市场 印度13亿人 少你零点几亿 印度都是坏 都是落后 都有打劫 都有强奸 但是印度一样东西 没有消息封锁 没有言论自由 但是它没有消息封锁 这件事 就是这件事 好过你中国共产党 好乱多 就是这么简单 好 第二节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其他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了第一节 大家看回应该幕就可以了 今天第一节 第二节都做完了 我希望是星期六晚可以出到 如果不是的话就是星期日 那我们接下个星期 星期二或者星期三 才再做中国民心 香港民心 那大家如果想留言的话 可以在YouTube留言 也可以 Email给我 好吗 多谢大家收看 下一集 再跟大家见面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